大家知道誰最會補蟑螂嗎? 答案是Lisa 大家有聽過嗎? Lisa帶你補蟑螂 Lisa帶你補蟑螂 Yeah Lisa帶你補蟑螂 尷尬了嗎? 大家知道什麼髮型的人不能當警察嗎? 不知道 答案是捲頭髮的人 因為警察是執法人員 執法 不好笑 再講一個 大家知道哪一個英文字母不會遲到嗎? A嗎? 不是 是F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F F F就是來得及的意思 好 泡麵煮什麼了? 太冷了吃點泡麵 吃泡麵之前我們來變個魔術 吃個魔法 鵝辣味細麵 黑胡椒牛肉 海鮮湯麵 123 Yeah 變超多鵝辣 超多牛肉 超多海鮮 蝦子 Hi 大家好我是LinLin 今天要來開下一款泡麵 它是 金車漢堡 30年後回歸上市的泡麵 它有三種口味 分別是 鵝辣味細麵 黑胡椒牛肉 海鮮湯麵 大家有吃過這一款泡麵嗎? 超過30歲的 我記得小時候好像有吃過它 感覺20幾歲的人都不知道 它以前不是還有一首主題曲是嗎? 含 包 含 包 尷尬了吧? 等一下還有人消化 好啦 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去泡來吃吧 Let's go 鵝辣味細麵有兩個料包 它的麵比其他兩碗真的是比較細的 黑胡椒牛肉也有兩包 左邊的鵝辣味細麵 我覺得有比較細耶 大家有看出來嗎? 好 我們現在來加料包 那泡手的時候 我們先來講一個笑話 大家知道什麼髮型的人 不能當警察嗎? 不知道 答案是捲頭髮的人 因為警察是執法人員 執法 不好笑 再講一個 大家知道 哪一個英文字母不會遲到嗎? A嗎? 不是 是F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F F F就是來得及的意思 好 泡麵煮走了 太冷了 吃點泡麵 吃泡麵之前我們來變個魔術 吃個魔法 鵝辣味細麵 黑胡椒牛肉 海鮮湯麵 1 2 3 YA 變超多鵝辣 超多牛肉 超多海鮮 蝦子 三個都是我自己夾的 超多鵝辣 跟牛肉 還有蝦肉 這樣有沒有看起來變很好吃 但看起來料超多 我們先來喝他的湯 真的我們吃那種 鵝辣味道 跟大腸麵線那種湯的味道 喝起來蠻鮮甜的 還有蔬菜的甜 它搭配這個細麵 然後吸滿了它的湯汁 我們來吃看看這個鵝辣 吸不吸血 還可以沒有腥味很重 煮的時候又幫它去腥 我覺得算蠻好吃的 這一款 真的蠻像我們吃 鵝辣味爽那種湯頭的味道 細麵很細 它的湯汁又不會太爛 算蠻Q的 吃完第一碗 我覺得這鵝辣味細麵 其實就是鵝辣麵線那種 鮮甜的海鮮湯頭的味道 有一點柴魚跟蒜頭那種香味的湯 喝起來蠻鮮甜的 第二口味我們來吃牛肉的 我們這三個吃完 再來推薦排名看是怎樣 這牛肉超多的吧 自己加料不手軟 你看這麵明顯是比較粗的感覺 我剛才一吃那個麵跟喝那個湯 喝起來超像鐵板麵黑胡椒口味 或者是鐵板牛柳那種黑胡椒風味 我覺得很特別 喝起來還有一點辣辣的 牛肉的那種胡椒的辣 喝起來真的是 除了一般我們吃到的 紅燒牛肉的泡麵的味道 還有多了黑胡椒的香氣 我自己是蠻喜歡吃黑胡椒類的東西 鐵板牛柳還有鐵板麵 吃完 感覺吃完這碗我都流汗 黑胡椒讓身體貓汗 再來吃這個海鮮湯麵 超多蝦仁 我覺得這海鮮味超濃的 很像是那種蝦殼下去炒過煮出來的那個湯 蝦味很重 喝起來很清爽 但是香味很濃郁的蝦味 這很像在喝蝦子煮出來的湯 滿滿的蝦味還有一點蒜香 吃完 吃完了這三碗 我覺得都算蠻好吃的 意外的是蚵仔味蜥麵味道最鮮甜清爽的 這海鮮的反而就是味道比較濃郁 最濃郁的是黑胡椒牛肉 因為它喝起來有黑胡椒很濃郁的香氣 然後喝起來又有點辣 這個味道最重口味 看大家喜歡哪一種口味 就可以去買來吃看看 這個就是蚵仔麵線的味道 這個就是蝦頭高湯的味道 這個就是黑胡椒鐵板牛肉那種鐵板麵風味 開箱完這三款 我們就來挑戰看可以吃雞娃吧 那我們就直接來挑戰 小時候好像是只有兩款口味 好像是蚵仔味蜥麵跟黑胡椒牛肉 超過30歲應該有吃過 有吃過的下面的牛也 現在吃第二口味的第二碗 真的喝起來蝦會很 不是因為我剛才自己加那個蝦仁 才會這麼好笑 沒有自己加蝦仁已經就超蝦了 感覺這剩下的湯可以打一顆蛋 然後拿去做蒸蛋 第六碗 再繼續吃一輪第三輪 大家有記得之前有去參加一個泡麵比賽嗎 吃了16碗 好像是30分鐘還是多少 我忘了 還有一次是這一組 20人份的泡麵 20碗 我覺得這海鮮的湯一定要拿去做蒸蛋 就是你把麵吃完然後倒在另外的樓梯 加一顆蛋然後去微波兩分鐘 就會變很嫩的蒸蛋 繼續吃第四輪 等一下我們就把海鮮剩下來的湯拿去做蒸蛋 感覺會很好吃 剛才有人說為什麼其他兩個不要拿去做蒸蛋 因為我們吃蒸蛋不是都會加一些可麗啊海鮮啊 所以這個感覺最適合蒸蛋 黑胡椒風味的蒸蛋會好吃嗎 感覺有點怪 鵝啊味的也是 用三口吃完一碗麵 嘴巴太大了吧 第五輪 這樣每一碗都三口吃完 九口都吃完三碗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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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嘜 嘜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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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 嘖 第六輪 已經拿去做蒸蛋了 等一下吃完之後 擠完就先來吃蒸蛋 再來吃第七輪 吃完就吃完二十一碗 蒸蛋做好了耶 你看 蒸蛋裡面還有蝦子 我們來吃看看 那個蛋有夠好吃耶 完全吸滿湯汁的味道 滿滿的蝦味 我覺得比外面賣的蒸蛋還好吃耶 你要不要吃一口 要發表意見如何 真的蠻好吃的 就是那個蛋滿滿的蝦味 很讚耶 大家也要去做 用微波的就可以了 因為我用了三顆蛋 所以微波了三分鐘加兩分鐘再加兩分鐘 用一顆蛋的話 大概只要微波三分鐘就可以 還有蒸燙湯 剛才那個蝦味的湯又多了 蛋的香 超讚 這邊再來講一個笑話 但感覺又會冷場 不會很好笑 大家知道誰最會捕蟑螂嗎 我有 答案是Lisa 大家有聽過嗎 Lisa帶你捕蟑螂 Lisa帶你捕蟑螂 Yeah Lisa帶你捕蟑螂 你看到它嗎 第八輪 吃完就有24碗 決定吃完這24碗就好 那個蒸蛋真的很好吃 大家一定要麵吃完拿去做蒸蛋 大家就去買個三碗 吃完前面兩碗 最後一碗拿去做蒸蛋 吃三碗大家可以吧 三餐嘛 早上午晚餐 各吃一碗 吃完碗 不要試吃完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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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 闢妳 會不會 吃完 吃完 好啦 吃完了 八輪24杯 吃了24杯還有做那個蒸蛋 真的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三個其實都蠻好吃的 推薦的第一名是海鮮 因為他吃到了八碗其實還沒有很膩 香味很容易很香 第二名的話其實我選不太出來 這台魚味蠻鮮甜的 這個其實是黑胡椒味然後有一點辣 大概就是第一名兩個第二名 其實都蠻好吃 因為這個第一名是還可以拿來做真的 超好吃 大家如果想買 應該也可以去各大超市 全聯加熱服還有超商 那個7什麼加的都有 大家可以去買來吃看看 對了 這邊還要抽獎各一箱 總共有這個一箱 這一箱 這一箱 總共有三箱要抽獎給大家 大家要記得留言才可以抽獎 留言就留喔 跟之前一樣 就說我想對你丁丁說 然後就打什麼 就可以抽獎 因為有三箱嘛 我會把三箱都各裝 三種口味試玩 然後抽三個粉絲 抽獎給大家就可以吃到了 好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我 並且開啟鈴鐺才會收到上面的動作 如果想看我吃什麼東西 挑戰什麼東西 在下面留言喔 想知道更多資訊的朋友 可以搜尋我的臉書粉絲 還有Instagram 大家網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